Hello,大家好,欢迎观看格料科技的视频 今天我和大家谈谈德国莱茵认证 关注数码圈的朋友应该会发现 近两年在首集发布会上 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始在参数之外 提到各种产品认证 从Hi-Res的专业音质认证到杜比全景深 从VDE的低难关护眼认证 到德国莱茵的全局护眼认证 种类丰富,项目繁多 让人目不暇接 那么这些充满了高大上自演的宣传 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除了极客发套友之外 他们给普通用户会带来哪些改变 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聊一聊 德国莱茵是一家已经有着 147年历史的德国企业 它的服务领域包括了检验、鉴定、测试、认证等 所以认证并不是这家公司的全部 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作为一家独立的商业公司 南集团的认证、测试都会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 但因其认证测试的严格 并且受到了德国检验管控系统的管理 它的许多安全认证在德国以及欧洲都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正因此其产品具有一定的公信力 厂商也愿意付费为自己的产品进行认证测试 而一旦获得了认证 就能在自家产品上打上其logo 像银章一样在各种销售渠道中使用 大到烤箱、洗衣机、小到手机 南集团包含了非常多的细分产品线 每个产品线下又划分了明确的项目类别 以手机为例 光屏幕部分就有低阑光认证 全局护眼认证等不同的检验项目 前则主要对屏幕的阑光、闪烁、反光、炫光等环节进行测试并认证 后者则包含了阑光之外的其他影响舒适度的环节 比如色域、第四一条光等 更不要说在屏幕之外还有关于充电的安全认证 这虽然让厂商的宣传带来了便利 但却让大家在选购时容易眼花 所以南英集团要求厂商在宣传时 必须要将这些认证的明细项目告知消费者 这里举几个例子 2018年9月 荣耀8X手机宣布成为全球首款 通过南英低阑光认证的手机 而今年9月 我们听到Oporello2官方宣称 是全球首款获得了南英全局护卫认证的手机 而最近华为Mate 30系列 通过了德国南英的安全认证 虽然听起来都是南英认证 但其实却指的是不同的项目 因此对于想要购买手机的理来说 南英认证确实具有其参考价值 但看到南英认证的宣传时一定要明确 自己是否因为这一特性而买单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并分享 下一期我会讲讲DXO Mark的评分 请不吝点赞订阅钱